我现在去看病去复诊 去看我脸上的秋诊 很好又被忽悠了 今天休息 我刚才去药店的时候 我还特地问了别人 我说今天别人上班吗 他说上班你现在去 现在就去 我来了 我还特地回家 取了一套 上次医生给我开的诊断书过来 没有 等下星期一休息 你说法国人靠谱 还是不靠谱 大家听你们觉得呢 现在都都一道事了 发力很严重 都猜 三十万一派猜东西 古早 哇 确实是的 我昨天还在看新闻说 说八月份的时候 你连进超市 你都还要打健康证给别人看 现在都要扫码了 要求扫码了 怎么不行啊 那我还没打的 我还没打的 要求扫码 健康就好 不要是超市啊 餐厅啊 看 是吗 人权 里边在这自由吧 管我自由哦 这法国人闹革命这个是全世界出名的 他们那个自由的自己的灵魂 不要费力 工作多的不可以 要那个化工 哈喽大家好 我是灵灵妈 今天我去了我们这个镇上 属于我这个片区的剧委会 应该是剧委会啊 类似于剧委会的一个性质 去问了一下 咨询了一下 我这种情况需要的 需要的帮助 应该有社工来帮助 就是之前我不是咨询过很多机构吗 他们都跟我说的答案就是要有一个社工来帮助 嗯 果然法国的办事效率非常的满 他说 如果要找社工给他预约的时间已经排满到10月5号 果不其然 嗯 以我目前的状况 如果想搬出去住的话 是不可能的 因为租房一定要有工资流水 要收入证明 我都没有 嗯 但是我这种情况呢 一般来说 我是非 我是符合 法国有一个团结金 有一个叫什么 好像社会团结金的这个 专门给单亲妈妈的一个补助 而且这个钱也够租房租的钱 他说我符合去去做 我说行啊可以啊 怎么样去呢 怎么样去申请这个东西呢 我在这个 巨国会他在帮我申请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确实是需要 我需要申请将来以后要拿一些补助的时候 必须得要走这一步 但是现在的纠结就在于 我现在还在跟丈夫住在一起 那么我就属于是婚的呀 没有离婚的 好那么你要搬出去住吧 你要搬出去住的话 你要有条件啊 你要有那些就像我视频里面说的 你要有那些证明啊 你收入证明什么的 我就没有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所以我就来来这边求助 我就跟他们讲了 他说他们也没有办法 哎 他说只能帮我先试一下看 能不能先申请求助金 那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基金吧 团结金 如果要是能批下来 那我就可以直接就拿了这个就可以租房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他也没办法 哎 当这位女士知道我这个渣男老公 从来没有帮我办理过这个绿卡的时候 女士直摇头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评论区里面的一些朋友 他们说 你们都八年了 你怎么连法语都还不会呢 那这是你的问题 好是我的问题 这个我承认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跟渣男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办理这个绿卡免费 并且你办理好了以后 还会给钱你 你看病的时候不花钱 他为什么不给我办呢 你平平 你细平平 这是为什么呢 谋事在人 尘事在天 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但愿能 能接受到上天的聚用过程 让我在没有医保卡的情况下 能申请到这个团结金 让我早日出去租房子住 不然每天看着渣男也挺闹心的 哇今天这个厂门人有点多啊 这是一个 我今天有两个土层 所以说你看到买草 多人都不带草草 现在是用这一场 那个地藏的那个 这种不叫什么那家 不知道 塔 这什么塔 这塔什么来着 这是印度的那个变异的 对 这人有点多呀 但是不带口罩 其实他没有一个人带口罩 有有 那老年人都带了 年纪大的人还是带 还是扫的 这人还真有点多啊 今天渣男终于回来了 一如既往的问 开口就问 你什么时候走 我的回答依然是 你长得这么帅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呢 我舍不得 不愿意走 我不想离婚 我自己都想脱 但是只能这么说了 女儿每天在家 我不可能跟他吵吧 OK 他又开始问 啊 那你的签证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女儿的签证啊 什么什么办好了 没有 刚刚好 我已经把 国内的签证的需要 办护照啊 办通行证的东西拿下来 都已经填好了 只需要他签个字就可以了 我就跟他说 哎 你就这个地方签个字 签个名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去办 我女儿的签证的问题了 人家渣男果然是渣 渣男立马就问 哎 你的机票订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中国啊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你机票都没订 那就说明这个签证不需要啊 那我就不签吧 今天和 剧委会的那位女士 在说我的情况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 我的这种情况 完全符合 家庭暴力的范围之内 需要去报警 需要去投诉 对她做起诉的 我想到了 我们刚领结婚证的时候 当时我们两个人都还在武汉 渣男就很高兴的问我说 啊 现在我是你的合法丈夫了 对吗 我说是呀 怎么啦 他说 啊 那就意味着我可以打你了 我说 嗯 为什么这么说 你还想打我 我不是刚结婚 他说 在法国 在婚内 如果丈夫打老婆是违法的 必须进监狱的 但是在中国就没有关系 只要老婆不起诉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那就意味着我可以打你了 他说完那 他说完那一番言论的时候 我真的哑口无言 是谁给他灌输的这个观点呢 是谁让他明白这些观点呢 直到今天 现在我才明白 看看我的评论区里面 那些说 家丑不可以外扬 就是因为你这样 所以才被别人打 活该你被老外打 就是说这些话的人们 就是说这些话的人们 他们的 陈善 洋恶的观点 助长了像渣男这种人的气焰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接受批评 只是想让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 留言的时候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们也是有儿女的人 当有一天你们的女儿 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道你也选择让他们 不发声 家丑不外扬 任其 任你的子女 被别人糟蹋 被别人欺骗 唉 今天当我和那位女士 一直聊到最后 的时候 她一直和我强调 千万不可以忍气吞声 遇到任何情况 只要你感觉到了你危险 一定要打电话 一定要报警 千万不要忍受 不要忍耐 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在这里我也想 转告给 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女性们 特别是女性们 当有一天 你遇到我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 在对你们施暴的时候 千万不要忍气吞声 一定要 发出信号 一定要说出来 你并不是只有一个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给我私信 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的 嗯 好了 今天就在这里了 再见我的朋友们 下次见 拜拜 主妇的日常 早上在外面 还把伞打着 吃他的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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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在这不再晒太阳 我们在黑暗 哦对的 是的 在阴的地方 我就不吃了吗 不能晒太阳 他们吃了药都不能晒太阳 嗯 这样子这里吃 我这样的 我不要 我能在 我带着这个 吃东西吗 是的 我那边做过过的 你先吃吃完了再做 你吃完了可以跟糖糖打电话 好不好 我一定会出 marketing 好吗 好吗 любов